一身輕便裝扮吳宗憲表情略顯疲憊 揮別兒子陸西派揚言要炸台北市府風波 今天語重心長祝福兒子開場 兒子加油 他不會去啦 對 姐姐應該也不會去 他姐姐失職錯比我很多了 有別於先前記者會斥責兒子 這次態度緩和許多 針對檢方最後還起訴 必須向公庫繳交50萬元處分金 憲苛卻滿腹苦水 吳宗憲先前在記者會痛罵 要兒子滾出演藝圈 但陸西派申訴付出 他也解釋原因 不忍心看著兒子就這樣退出演藝圈 寄望他能自己走出一條路 甚至自爆目前還不認兒子女友 就是朋友啦 我後來我跟他講 這個有算確定嗎 哇 那麼嚴重 沒有什麼建議 大家開心就好 父子關係還是很好沒變 之後他還是會回美國讀書 學校方面沒問題 憲哥只希望失言風波能夠一段落 要大家多關注陸西派音樂才華 記者春瑩奕 李玉涵台會報道